天南地北谈华语 今天穿越到哪个年代,到哪儿呢? 我写给你看,你来读 好啊,我看看 高巨历嘛 高矮的高,巨子的巨 美丽的历,高巨历 这是古族名古国名 读作高沟梨 巨子的巨得读成沟 美丽的历变成第二声梨 梨也可以写作带马字旁的梨 左边是马,右边是美丽的梨 那这个古国是在哪儿呢? 位于东北亚 后来迅速扩张进入全盛时期后 大约在一个世纪里 保持了在朝鲜半岛 对新罗百计的压倒性优势 控制了今天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 和今天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 诶,你还提到了新罗百计 那又是哪里? 在古时候,在朝鲜半岛上 高沟梨、百计、新罗 可以说是三足鼎立 这段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 朝鲜三国时代 哦,我梳理一下 朝鲜半岛现在有着南北两个势力 或说两个国家 一个是朝鲜 有的人可能比较习惯称它为北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韩国 而以前在朝鲜半岛上 有百计、新罗和高沟梨三个势力 联合起来包含的地域 除了有朝鲜半岛 还有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 梳理得好 你说高沟梨在强盛的时候 保持了在朝鲜半岛对新罗百计的优势 这样的强国 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今天的谷国 不存在了呢 之后发生了一些内部纠纷 接着在高沟梨后期 他跟中原王朝、隋朝和唐朝 爆发了多次战争 最后唐朝攻灭了高沟梨 灭得这么彻底 据说高沟梨国王被唐朝俘虏后 高沟梨贵族和大部分富裕人家 还有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 融入中国各民族中 另有一部分留在辽东 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和新罗 从此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既然都不存在了 知道正确读音有什么意思呢 尊重嘛 人家就叫高沟梨 而且之后朝鲜半岛历史上 还有一个王朝 叫做王室高黎 也称高黎 高黎这个词也用来指称朝鲜 或关于朝鲜的事物 比如你爱买的一种人参 高丽参 不对不对 应该叫高黎参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